文化學習近平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謝謝 剛剛欣義跟欣柯其實都在講 Python 跟 其實聽起來大部分都在講 JavaScript 那我今天這個題目 看起來好像在講 BShare 其實是在講 Python OK 我大概是在2003年的時候 才開始接觸到Python 那我就開始深深覺得這個語言 實在是很漂亮 然後 於是我就大量的 把Python用在我的工作上面 例如說用在 Embeded Linux上面 那也獲得很大的成就 那個案子都蠻成功的 那可惜 那個Python 不是每個Embedded device 的FH都無敵大 所以沒有辦法 塞得進Python 那所以呢 我們有很多 Embedded device 都還是 比較小 大概4Mb 大概4Mb 或8Mb 不過近年來有比較大的 所以大部分我的工作 都會比較 Focus在那個 Share Script上面 然後做 Administrator的動作 那 Share Script呢 通常會應用在很多 像一些產冊啊 尤其是那種 Cross環境不是很 不是很方便的時候 像去臨時去大陸 那有些要驗證硬體功能的時候 那Share Script 這個時候就相當的 有用 OK 那我通常都是 工作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 以Share Script為主 OK 那我 用了 Python之後呢 就一直想要 把Python啊 把它當做 我的一個Deport Share 那想要去替代 替代換掉 換掉我的B Share 那我也是 我又找到了一些 還不錯的一些 Python上面的Share 最有名的就是 像那個 iPython OK 那可是iPython呢 嗯 在 它的 它畢竟啊 不是所有的 command都可以使用 它必須要 透過另外一層去模擬 那於是呢 我為了要能夠 承接從Standard In 進來 跟Standard Output 出去的 習慣 於是我自己就在 大概是在2008年的時候吧 OK 然後用了一個 Lpython的行為 去做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讓Python可以在 交談界面的時候 直接使用 那底下 底下就是 那個Lpython的動作 OK 那 其實會這樣子做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Python 其實是一個 identify的語法 那 所以呢 變成 必須要用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模式 去 執行它 OK 那我 簡單的 demo一下好了 大致上 大致上就是像 像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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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利用一些 Python的語法 然後接一些Standard In的動作 那 這個東西 其實在 其實是一個 很小的程式 啊 可是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很方便 因為這個符合我自己個人的習慣 OK 那 我底下在講的這個程式呢 其實也是一個很小的Trick 不過 因為 也Match的 我的想法 所以 我推薦 真情推薦給大家 這個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工具 OK 好 那我們來開始來看一下 在BeShare上面 通常我們 推薦給使用者說 如果讓程式能夠寫得更有邏輯啊 更Reusable 通常我們的答案就是 盡量把它寫成Func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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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呢 如果要做單元測試的話呢 也是希望盡量把它寫成Function 那於是我們可以針對Function做單元測試 好 那 現在有個問題 有個好問題 BeShare的Function跟Python的Module 到底有什麼地方不同 OK 那我們來看一看 到底有什麼不同 OK Python呢 它 這兩段話是從書上抄來的 它的意思就是說 Python希望用Module的方式 讓你的程式更邏輯化 OK 然後更清晰更易懂 然後呢 可以更好Maintain 可以更好的Use 然後第二段其實更重要就是 它Python的Module呢 不需要特別 你不需要再特別去宣告它是一個Module 它本身就是一個Module 你寫任何一個Python的Call 本身就是一個Module 那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它用的一個動作其實是 主要是一個類似這樣的行為 這樣子 就是這個名稱如果是Python的執行檔的話 就是直接執行 如果不是的話 就skip掉 OK 那這個東西呢 在BeShare上面 我們怎麼做 我們在BeShare上面怎麼樣做這樣子的動作 怎麼實做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讓我們的Function更模組化一點 於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很單純的Python 這邊是Python的程式碼 然後這邊就是BeShare程式碼 那Python的程式碼呢 在Import的行為的時候呢 因為遇到了這個If-else的行為 所以後面的動作就不執行了 那可是呢 相對的這兩個Function就被定義了 那可是如果它執行的話呢 這兩個動作 這兩個Function就會被執行 那在BeShare上面呢 不管是Source 或者是直接執行 都會直接跳出這兩個 那這個是個問題 這個變成是個問題 那我怎麼樣避免掉這個問題 其實我後來發現了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很tricky的一個動作 其實只要這樣子就好了 OK 那變成說我Source的進來的時候呢 遇到了Return 後面就不動了 那如果執行的話呢 因為Return沒有動作 所以後面繼續往下跑 OK 那所以呢 你會發現 現在跟之前的Call 其實只差那麼一點點 只差那麼一點點 就只有這個地方而已 OK 那這個動作呢 讓BeShare往Module的可能性 用更高的一點點 可是呢這個語法呢 實在是太噁心了 這個語法實在是太噁心了 而且也不容易懂 那跟Python原本的那種可讀性 我覺得相差還蠻大的 所以呢我後來又去找了一個 OK 這個語法就感覺漂亮很多了 OK 好 那我就把這個if als 加了這個if als OK 那於是呢 你會發現 其實跟這一段Python的Call 越來越像了 跟那個Python的Call 越來越像了 OK 那這一段Call呢 就變得相當的容易懂 只要執行到這邊 因為不是 是sort的話 就直接離開了 如果不是sort的話 就會執行裡面的東西 OK 好那 我還是沒有解釋說 BeShare跟Module Python的Module 最大的差異是在哪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漫畫 新手問啊 你怎麼會飛 然後他說 因為Python 為什麼會飛 因為我import了一個 反重力模組 反重力模組 那這個是一個很經典的漫畫 它是說明說 Python其實有很多情況就是 只要Module 音色進去了 什麼事情都做好了 OK 我講一個 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我們跟一個客戶啊 開發一個手機的 手機跟Server的平台 然後手機呢 要上傳一個檔案上 上傳一個錄音檔到Server上面去 OK 然後於是我們就寫 他們要求我們寫一個Sample Code 告訴他怎麼使用 於是呢 我們就寫了一個Sample Code 大概五行 的Python Code給他 那他們就說 我們看不懂 我們不會Python 然後呢 可是呢 我請他用Sniffer去看 他們就是 來來回回 搞了一個月 還是不行 然後他硬要叫我們 把它改成用C寫 於是呢 後來又改寫 用C改寫了 那個Sample就改寫 變成三百多行 OK 然後改寫之後給他 終於他們就可以照著刻 就會動 OK 那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很典型的故事喔 就是Python啊 就是他的模組實在是太強了 你只要音色進去 什麼事情都做好了 OK 那相對於其他語言來說 Python非常方便 然後Python也有一個非常大的 像C-Pen一樣的 有很多模組可以使用 OK 那 底下這個其實一個 很簡單很簡單的一個 反而是在教Python 基本Python OK 那主要是在講一些 Python的Module跟DustWin的動作 好 那 Python的Module呢 就是其實這幾個指令啊 就是Import跟Forn啊 ImportModuleSum1啊 其實就是叫ImportModule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個Delete 把那個Module 把那個Module給 直接砍掉 OK 然後再來就是 類似像DustWin 這個DustWin 我實在是非常喜歡喔 因為它等於是 你在寫Call的時候 就順便幫你的那個程式嘛 做一些Documentation的動作 讓以後方便你自己可以查詢 OK 那 這個呢就是剛剛的Call 再衍生一點點 OK 那這邊就是 所謂的DustWin OK 跟這裡 就是所謂的DustWin 其實就是你在方形的最前面啊 只要定義一些文字啊 說明這個方形是在幹嘛用的 OK 好 那於是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很單純的 Python的一個範例 我進入了Python的Share裡面 然後我Import了這個Module 然後我Import這個Module之後呢 就會出現 當然我有簡化一些東西啊 例如說 底線底線Document啊 或是FunctionRain 兩個FunctionRain 那FunctionRain呢 你去執行它 就可以動 HELP它就會有一個 那個 DustWin的訊息出來 OK 這邊就是DustWin的訊息出來 然後呢 你針對去這個 DustWin的Object去做查詢 它就告訴你這個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也可以直接Print它 OK 那 於是呢 我們也做一些Import的動作 OK Import 什麼 變成什麼名字 然後 於是我們就有新的一個物件 OK 然後Delete掉 就消失了 底下就消失了 OK 好 那 我們透過這個東西 做一個簡單的 對 Python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然後看一下 這些東西 那我怎麼樣在BeShare上面實作這些東西 OK 我怎麼樣在BeShare上面實作這些東西 這變成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 OK 那 怎麼做 我透過一個 Import SourceImport.sh 做實作的動作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些基本上就跟剛剛差不多 我就是實作了 Import Front 跟Delete 以及Help OK 那這個Help呢 反而是 我覺得裡面最不好做的 裡面雖然code最短 可是Help是最不好做的 因為 本身Python 那個本身Share裡面 就有Help這個指令了 這個Help是內建的指令 那等於說我必須要對這個指令做 re-write的動作 OK 好 那這個BeShare呢 我就透過類似像這樣的行為 引進了一個Dust Train的動作 以及像這樣子 引進了一個Dust Train的動作 然後code其實大部分都沒有改 都一樣 那執行的部分呢 就很單純 我透過SourceImport.sh 擁有這個Source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擁有了Import的力量 於是呢 我可以Import Sample02.sh 這邊是按了Type鍵 於是就出現了這兩個 就指令補齊 OK 我就指令補齊了這兩個東西 然後直接執行它 又出現了這個Function的內容 OK 然後Import 那當然 我最喜歡的 其實就是這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Dust Train OK 這個Dust Train 只要Help 就有一個Dust Train出來了 OK 這個非常方便喔 而且我覺得 像我這個腦袋啊 常常因為工作量太大 學習太多 所以要忘得很快 才可以學更多 所以我就通常都會靠忘掉更多東西 來學更多東西 那所以做筆記啊 對我來說很重要 那筆記最好是做怎樣啊 最好做在跟Call 扣在一起最好的 OK 好 那於是呢 Delete也是一樣啊 Delete之後這個 這個Function就不見了 好 這個Function就不見了 那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呢 我就會忽然一下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更進步一點 好 例如說我修改一下 把程式部分啊 把它改成像說Spring啊 然後直接導兩個參數回來 OK 那我怎麼樣在BeShare上面 實做這件事情 OK 那 底下這段Call呢 其實是我以前工作上面的一個經驗 那 這個喔 其實就是 假設我如果想要取中間這個紙 這個紙 這個紙 每一個都要取的話 要做七次Cut OK 那我透過這樣子一個簡單的動作 我只要做一次 就可以把 C1到 V01 V01 01 05 028 KH0 1028 都個別的取出來 我只要做這樣的動作就好 OK 好 那我在想說這個怎麼做 怎麼樣把它實做到 上面去 然後奮戰了兩個小時之後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會忽然覺得說 放棄不要做 因為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其實這個等於已經 重新定義了BeShare的行為了 OK 那 那我這樣會造成別人的 confused 對不對 那 何必呢 那他其實 如果他真的想要這個語法的話 乾脆去學用Python就好了 OK 所以後來我就放棄了這個想法 OK 趕快去打球比較實在一點 OK 好 那 做了這個動作之後呢 我剛剛其實忘了講一下 就是 我引進了這個module之後 有一個 我回顧一下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回顧一下 這裡 我做了這個module之後呢 其實 我覺得得到一個非常大的好處 就是 我可以在這個同一個程式裡面 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盡量寫他的unitxt OK 其實Python本身的call 雖然就是module 可是他本身的module 就是可以當做他自己本身的unitxt的行為 OK 那這樣子呢 是對自己來說非常有幫助的 OK 好 好 那我 做了這個行為之後呢 我就忽然想到 我以前常常用的一個特殊的技巧叫hook OK 那 底下呢是一個 我覺得不是非常好的hook的方式 不過還蠻多人常用的 例如說 他們宣告一個程式的function 然後這個daction 你不用理他 然後他偵測到這個有個變數存在 於是他就去執行這個hook的動作 然後執行或偵測到就做這個hook 這個hook的動作 OK 那行為大致上就像這樣子 就是 import 進來 然後呢 執行就是只有單獨的這樣子的行為 然後我們help他 OK 就有這樣子的動作 我告訴你 你只要宣告這兩個變數 就會有做不同的行為了 於是我宣告兩個變數 執行之後呢 這個方式 同樣的方式 行為被改變了 OK 改成像這樣子的行為 那 我覺得這個方式不好 不過 這個範例不好 可是我還是提了 是因為它比較簡單 它比較簡單易懂 那 我後來呢 大部分都用這種方式 這種做法比較好 OK 那我就等於說 宣告了兩個functionprefocus 跟posterhook OK 然後 在執行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 用這樣子的行為 去執行它 那因為 這個呢 就是return嘛 這個也是return嘛 所以都不動作 只有這個有動作 那我們回過 我們底下看一下 它的執行是怎樣 好 我們import了 這個進來 好 執行它 有了 然後告訴我們 有一個help 他告訴我 我只要重新做一個 function的relight 的動作 relight function的動作 那於是底下的function 就不一樣了 OK 那於是我做了一個 relight function的行為 然後執行它 欸 這個底下的行為 就不一樣了 好 那 這個呢 配合 配合 info someone info module as someone 那會變成有很大的效果 等於說我隨時可以產生很多不同的 同一個程式我可以變成好多個不同的 module 物件 然後呢 都可以對於它做一些特別的修正 改變 那 非常的方便 好 然後 不免俗的 怕打假球嘛 總是來demo一下 它實際上的案例 OK 好 在這裡呢 我可以按tap鍵 代表說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新的物件 於是我import 我import之後呢 就出現了這幾個 物件出來了 OK 然後 我可以把它delete掉 好 當然就沒有了 OK 然後呢 或者是像這樣子 OK 好 就 我會賦予它一些 就是 一個動作 然後賦予它 add info initial list move move ok 等等的一個動作 然後也可以賦予它一個UI的行為 OK 看一下喔 這個有沒有helper OK 就是一個add的動作 那 我為什麼說這個helper是最難做呢 因為 helper本身呢 本身其實像type啊 跟lead啊 都是helper那個be sure本身的指令 好 可是呢 我透過一個relight的動作呢 好 或是 影音秀 我影音秀可能沒有寫字吧 影音秀是空的 好 透過這樣子的行為 然後幫它做一個relight的動作 然後就有一個dust ring的行為 這個是非常的方便 OK 好 然後或者是像 這是我工作上面比較常用的 這是一個我們工作一個 project的名字叫Vivi 好 然後 這個工作主要是把那個 loop device啊 解密啊 盲起來啊 然後重新寫 nd5check song啊 諸如此類的工作啊 就透過這樣子一個comment去執行 然後這個應該都有一個help可以看 直接用貼的喔 沒有 好 沒關係啊 好 反正就是介紹說 它有一個document stream可以使用 好 OK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這個東西做之後呢 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好處 第一個喔 就是方形可以重複使用 因為它有個這麼大好處 然後會讓使用者 照這個行為去寫這個方形 然後這方形就會變成很好用 然後也可以方便做unitester OK 然後呢 它現在變成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namespace可以用 OK 這個是在 那個找 原始的VShare上面是不可能會有這個東西的 然後 我引進了一個東西叫做 Document Street OK 然後呢 這個是我 做了之後才額外發現的一個好處 其實我可以把一些很多常用的命令啊 把它group在一起 那 像剛剛那個BT啊 BT啊 BT有很多行為嘛 ACT啊 REMOVE啊 諸如此類的啊 OK 或是停止或打開 這些動作 那其實你會發現喔 我後來去深究去了解 才發現其實已經很多人已經用這個方式了 例如說Git Git一些command啊 像說 Git控格 然後i tap鍵 直接跑出來 其實那些都是用Function去搞出來的 OK 好 那 不過呢 引進了這個東西之後 會有一些缺點 第一個 它現在跟 ImageMagic 相衝突 好 那為什麼會跟ImageMagic相衝突呢 因為 ImageMagic有一個 就是做螢幕快照的程式就叫做Import 好 一模一樣 好 所以如果不小心用錯的話呢 會可能會把你的程式啊 變成那個PS5 OK 所以 可是我又不想妥協換掉Import這個名字 OK 所以 只好跟它搶碰了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在BeShare上面跑 那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那個點的關係 OK 那個什麼 名稱 啊 Net點 什麼 因為BeShare本身 不能 不支援用點當作 Function名稱 OK 那 我當然可以妥協把它用成底線 可是 阿宅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想要的話可以自己改 OK 那 我的報告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 那我們開放一下那個Q&A 如果有 請問有誰有問題的話 舉手一下 那 Roy的 我看到Import 我就想到一個 就是在拍照裡面 就是有時候很懶的 你看這樣Import模組 欸 Import模組 Meter 我可以Import all嗎 其實 其實喔 Import all 不難做啦 其實就是一個 波回圈把它全部都Import進來而已 我了解,謝謝 OK,謝謝 還有人嗎? OK,那我們謝謝Lloyd